噓!有腳步聲過來了 大哥來了嗎?一定是哥哥 95、96、97、98、99、100 都躲好了嗎? 小迪、小瑞我要開始找囉 躲貓貓是我們小時候很喜愛的一個遊戲 而我非常擅長當鬼找人 但是那天我卻連一個人都沒有找到 我的弟弟和妹妹從此消失在這世界上 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這邊這邊 好久沒回老家了 回到這裡就有點感傷了 他們兩個都已經失蹤30年了 唉 不知道怎麼的 博順從的本能 又回到了當初的那個樹林附近 這棵樹 怎麼好像有點怪怪的 底下有個很大的樹洞 進去看看好了 怎麼剛剛好像有股奇怪的氣流 怎麼剛剛好像有股奇怪的氣流 蛤? 躲貓貓? 你們 你們 你們是 小迪和小瑞 蛤? 95 96 97 98 99 100 都躲好了嗎? 小迪小瑞 小迪小瑞 姊姊 你過來幹嘛啦 不要搶我的位子啊 就沒什麼地方好躲的啊 反正 我們每次都馬一下就被哥哥找到了 也對啦 大哥他很會找人 他從來不會讓我們等太久的 欸 噓 有腳步伸過來了 大哥來了嗎? 一定是哥哥 蛤? 所以你說你們 才躲進來大約十分鐘 對啊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叔叔你到底是誰啊 我們在玩躲貓貓你不要來亂啦 我 我是你們的大哥 蛤? 於是 我仔細的告訴了他們整件事情的經過 我怎麼有點聽不懂啊 所以說你是我們的大哥 只是你突然變得很老了 什麼跟什麼啊 等等 十分鐘 他們剛剛在這裡只過了十分鐘 外面卻過了三十年啊 這裡的時間流動明顯和外面不同 然後我剛剛進來後 少說又過了十幾二十分 那現在外面不就 你們快跟我出來 蛤? 說說 天空 怎麼怪怪的啊 嗯? 往我們家的那條路呢 我們 可能沒有家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